待业的日子 开店的日子很快乐 为自己而努力的感觉不会感觉累 疫情突然的来袭打得我措手不及 还是撑不过各方面的压力转让了 开始了四处奔波的找工作 熟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我找了很多工作 可大多都是销售 说着一些不靠谱的东西 让人厌烦 实体经济的下滑 导致线下工作的流失 网络的发达让我迷失方向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知道有很多大佬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那就先找个工作 混完今年 明年看行情继续自己的烤鱼 不知道前方的路的时候 就在心里继续坚持自己一开始选择的 我相信只要坚持我就没有失败 写给正在看的一句话 选择一个合规合法赛到坚持下去 一定会有成功那天 多反思 多思考 多了解 这些年 我坚持的基本都没有失败过 只是付出了很多 年轻人哪怕没钱也可以折腾 很多时候都是思维想到那一步 只是没钱跟需要时间的打磨而已 起点不一样 终点是一样的 活着也没多少年 放弃太多老了应该会后悔吧 这些年轻人都没有失败了 这些年轻人都没有失败了